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低卡蔬菜饺子 皮薄、馅大 清爽鲜美 家人们看一下 皮特别的薄 里面的香料明显的露出来 一口一个,超级的美味 盆中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0克的小麦淀粉 搅拌均匀 用凉水来和面 加入150克的凉水 边倒边搅拌 搅成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成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香料的部分 一把小白菜 放入开水锅中 焯烫一分钟 捞出,攥干水分,切碎 切好的小白菜 我们再给它挤一下水分 放入盆中 一小撮韭菜 切碎 切好的韭菜 也放进来 加入少许的油 搅拌均匀 锁住蔬菜里的水分 再来一把木耳 给它切的碎一些 切好的木耳碎也放进来 再加入一些鸡蛋碎 这鸡蛋碎 已经要把它炒好放凉了 加入葱花 一把小虾米 放入少许的胡椒粉 再来点蚝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 少许的生抽 最后来点调料油 喜欢吃香油的 再来几滴香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馅料就制作完成了 取出形成好的面团 再揉一揉 把面揉得更光滑一些 揉好的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状 搓成以后 切成大小均嫩的面剂子 比我们平时包饺子的剂子 要稍微大一点点 撒一点干粉 直接压变 取过一个面剂子 像平时压饺子皮一样 给它擀开擀薄 中间的部位放上馅料 压一压 然后给它对折过来 边缘处先捏 捏一下 然后打褶再捏 打褶捏 以此类推 打褶捏 非常简单 打褶捏 然后给它顺一顺 捏一捏捏紧 饺子全部包好了 放入蒸屉上 包好的饺子放入锅内 盖上盖子 蒸8分钟 时间到了 可以出锅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出锅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吃上一款素蒸饺 蘸好油醋汁 那味道老好吃了 大人孩子都喜欢 做上一锅 清爽油味美 关键是好吃不长肉 您喜欢吗 动手是做吧 好吗 好吗